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已经野火燎原班 透过所谓的反滥权之名 开始全省的进行罢免的一个行动 当大家还在问说 这个罢免到底玩真的还玩假呢 这个罢免到底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你就看到现在站在台上里面 包括邻居一线 包括许智杰 包括郭国文都强调说明年就是罢免 而且一次要罢十个 这样的一个态度非常明显 那就是赖清德的意志 而赖清德现在占的味道 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现在是对内战对外也战 他到了皇后建军一百年的时候 他怎么讲 他直接就讲说 现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这不断地强调 甚至去挑战马云九 守战集中战 而现在赖清德当然就有一个三部曲 通过这个礼拜的行政院复议 然后呢 我开始取得了全国罢免的正当性 当我开始野火燎原进行罢免之后 我就开始为我的2026县市长 进行全面的暖身 好 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瑞德 你好 大家好 好 说 我们来看这个就是 这个许智杰在高雄 讲得非常清楚到 罢免要完真的 而且这个罢免一次 就要罢十个 六区几十区啦 我们只要罢六个去 罢了我们就比我们更大了 罢了我们就比我们更多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全台湾的亲戚朋友都给你们 我们明年最没罢免10个 这样子 这根本不是什么阴谋了 这根本就阳谋了 讲白就是 我要罢十个 至少要罢倒六个 罢倒六个翻出来 我不但是国会最大党 我还是国会的过半的大党 而你刚刚讲的 赖兴德现在没有想到 之前就说 他的态度就喜欢 战 战到底 就没有想到 他现在是对内战 对外也战 罢免 赖兴德的这个个性是这样的 要战的时候 我绝对会给你战 特别是现在 风站在我这边 我当然跟你战啊 他现在对中国也很强硬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中美的风 站在他这边 所以他敢跟中国呛吓 连我们的国防部长 都敢呛吓 这中共是麻烦制造者 对 你有看过过去这样子 没有嘛 所以你看 他对外也是战 在对内为什么要战 现在新的民意出来 赞成行政院复役的 超过52% 过了 过了 民意是站在我这边的 另外最近 公布了各大政党的民调 民进党都是第一名 完全碾压蓝白 所以这个时候 气氛在我这边 如果这个气氛 我不知道这个风 什么时候结束啊 那当然要趁着这个风 就直接把你碾压过去 所以我要在这个时候翻转 刚刚讲现在是嘲笑也大 而且大家嘲笑我只有40% 如果我可以从这个时间翻转 我真的像刚刚讲 许致江这样的 我一下给你罢十个 罢十个我从前罢六个 六个翻转了以后 我不但是最大党 而且是过半的大党 而且这个做谋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这个台南跟高雄的场 其实上台南跟高雄的场 非常非常热 为什么非常热 他们就讲要罢免 为什么 让我们穿上去好做事情 这个地方他得票率 台南是几乎快要一半 高雄选得票率也很高 做总统做到 职权都被拿光光 所以我们要 那来变过来嘛 变过来 你看这种感情的诉求来说 在南部很管用 所以大家都说爱变爱变 所以许致江在说 十个我们至少要罢六个嘛 对不对 而且你要讲 在这个氛围里面 你都可能想象 连陈其脉都出来 对 没错 你看在台南场里面来说 大爆场 你看这个林俊仙上去讲 那郭国文也上去讲 他们都上去讲 就是主战派 非常非常强烈的 你说赖戏 赖的嫡戏 对 都是主战派 你看郭国文说什么 希望大家要延长战线的准备 随时要上街头捍卫民主 所以那他就是这样讲嘛 所以那尤其是 那林俊仙就说 尤其是台南乡亲 更要拿头皮 站在守护台湾民主的最前线 所以你看 他们其实都是在呼唤着 这个绿营的这个群众回来 也就是说你看 主打这个 我们要这个翻转国会 这个在南部其实 蛮有这个影响力 然后他们还说 我们要打电话给所有的台湾 你的亲家宾 要跟他们讲这件事 所以现在这个风 再慢慢地吹起来 已经开始 这个南部也会开始卷起来 你觉得感觉在风在卷了吗 当然了 你看连这个陈其麦都出来了 连这个黄伟者都出来了 都出来说我们现在 这个要敢跟国民党呛哭 所以现在民进党的气氛就是 一定要出来跟国民党呛哭 而且要主战派 变成是现在民进党的一个主搜 好的 刚刚讲的 现在民进党已经开始有priority了 现在已经选定了 我们这上礼拜讲说 现在刚刚讲的 傅宽奇 徐晓星 叶允子三个就是头号的战犯 头号战犯里面果然没错 跟大家预估的一样 预估的一样 现在更清楚的 现在这个战争 越来越锁定徐晓星了 刚刚讲傅宽奇跟叶允子 现在人比起来 可是现在对于徐晓星来讲 他退无可退了 没错 这次的主战场来说 按照民进党的布局是这样 行政院复议之后 因为恐怕的没法过关 然后就紧接着 取得正当性之后 开始展开全国的罢免 至少十席甚至更多席 另外紧接的是 2026的选战 所以这次民进党的 主要选择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什么 我要罢掉这个最有据指标性的 就是傅宽奇跟徐晓星 因为傅宽奇是这一次 扩全法案的最重要的目标 徐晓星来说的话 他是最大的蓝颖的战狼 我绝对要把这两个罢掉 那叶元智当然是容易罢了 然后还有两个县市 一个是在这个所谓桃园市 一个是台中市 所以你看他的布局呢 其实这都签动 签动到不止立委 还签动到 2026的选战在这里面 所以我表面上选定的是 傅宽奇 徐晓星跟叶元智 可是我有两个关键选区 一个是台中 对 一个是桃园 对 抱歉 那事实上这如果 罢下去的时候 假设我这次真的 把徐晓星罢掉的时候 抱歉 这个蒋万安未来的这个前途 可能就会增添黯淡的气氛 你说打掉徐晓星 会伤到蒋万安 对 那如果我把叶元智 打掉之后 新北市的选举来说的话 可能对民进党又比较有利 那你更不用讲 台中市跟桃园市 是这一次 民进党在立委选举 输得最严重 如果都能够翻转过来 抱歉 这个气势是完全倒过来 那个对国民党来说 恐怕形成更大的压力 所以这一次等于是 他现在好不容易 赖清德现在取得的风向 都站在他这边 我刚才就讲 从政党的支持度 还有民众对行政院富裕的态度 还有中国跟美国 他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态度 你看他现在就开始打 说你中国国民党 海峡论坛 那堂堂 你看 连胜文还说什么 你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他就开始给你做 你看 做一个道地的台湾人 你听说 现在国民党像连胜文 像张立善 还去添柴火 对啊 添这个柴火 你知道吗 最近有一个这个民调就说 台湾人的民族骄傲感来说 来到了最高的八十几派 他们都这样认为 结果你去搞这种东西 那我就说 他们现在是完全没有 站在这个队的风向 而且还跟风向对干的时候 民进党只要用 一个几个指标 人物把你点出来攻击之后 你这个标签就被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 你在整个接下来的 所有的冲罢免一直到选战 你根本就拿不到任何好处 国民党对整个国际氛围太不敏感了 第一个是中美大对抗 美国现在已经把台湾 列为一个核心利益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 黄仁勋来台湾 黄仁勋来台湾代表 全世界现在最先进的科技 已经跟台湾完全接上了 接上来以后就看到了 亚马逊也要在台湾 他不是资料中心 是区域的资料中心 人家人也来了 钱也来了 技术也来了 所以台湾现在的民族骄傲感 倒到81.7 这个时候 你还跑去中国炒购 对 所以我就说 这次黄仁勋来台湾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他让台湾人真的对自己有信心 一个大老板每天在那边说 台湾好好 干嘛 我觉得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被鼓舞起来 这个风我觉得无形之中 也是在帮助民进党 黄仁勋有差 当然这个当然有差 你只要唤起这个所谓台湾人 觉得台湾很骄傲的时候 中国那边当然就跟他硬干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们目前会只猜 这个所谓赖清德总统会站对边 因为他所有的风都在他这一边 以前台湾一开始做的时候 你在对台湾的民族骄傲感 只有三十几% 从30%一直到了81% 对 你看 这个第一次1995年做的时候 是只有39.7% 现在已经来到了81% 所以这个风很显然 是站在赖清德 他一定有看这些民调 这个民调都对我有利的时候 那这时候不消灭国民党 跟这个白影的时候 要不然要带什么时间 对的 我们现在感到说 赖清德总统现在真的 处于一个战斗的位置吗 而且这个战斗位置 刚刚讲我现在对中国 非常的强硬 我现在对内也强硬 而且这个对内强硬刚刚讲的 我不是霸一个霸两个 我一下霸十个 真的要霸十个 而且霸十个的名单 你的优先顺序都已经出来了 那你不要忘记喔 国民党在立法院虽然是第一大党 事实上只比第二大党的民进党 多一席耶 他52席 民党51席 当然再加两个高晋苏美 他们这个两个五党的加起来 当然是比较多 大概有54席嘛 可是你要知道 在民意上的第一大党 只要民进党能够罢免一个过 如果罢免一个过的话 理论上马上翻过来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马上变成51席 民进党马上变成52席嘛 那只要再翻过来后 我肯定讲 你以为民众党是跟着理念走啊 才不是啊 他是跟着信实利益走 如果到时候第一大党变成了民进党 我问大家一件事 为什么克文哲一直在讲说 一直跟赖清德喊话说 你要来讲 你要来讲 你要来垂我 你要找我 你要找我等等啊 那人家找你干嘛 你跟这个蔡英文 到总统府吃个牛肉面 出来讲一大堆 对不对 到底真的假的 没有人知道嘛 我人家干嘛找你 你现在搞我 你现在让跟傅昆奇一起这样搞我 对不对 所以呢 国会改革库权法案 我为什么民进党要理你嘛 宝洁你这边有一件很现实的事 这些法案一直搞下去搞下去了以后 我们国民党还有区域立委 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去跟这个着荣泰的行政院 要预算争取竞备还OK 我问你 民众党八个不分区立委 他们也有责任的 这个等于相关的责任区嘛 他们凭什么去跟民进党执政的中央 要支援 我为什么要给你 我想坦白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我宁可就算要给 我也给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放个人情嘛 那我干嘛给你民众党啊 你民众党这八个不分区立 讲难听一点两年后滚蛋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不用理你嘛 所以为什么要罢免 而且我告诉你 我你们要发现最近叶元智低调多了 我昨天叶元智很低调 昨天跟我太太去看张学游演唱会 擅长的时候有人叫我 瑞德哥 我一看叶元智 他去看演唱会 他都被罢免还有心情看演唱会 为什么叶元智要去看张学游的演唱会呢 因为最好大家忘了他的存在 最好他的仇恨值啊 因为他一出现 大家还可以为他捏把冷汗 还为他担心受怕 他跑去听演唱会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他一直能去听演唱会 他减少出现在板桥街头 可能还比较平稳一点 比较安稳一点 你最好躲起来 为什么跟各位解释一下 罢免对不对 除非国民党真正敢去修改这个选择法 把它修改说什么 不要二分之一 不要四分之一上线下线 那全部改成说 你的罢免票要多过你的这个 等于说当选票数 除非你敢这样干 我跟你讲 如果你这样干的话 我讲坦白 青鸟行动大概变20万人上街 很简单嘛 那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我跟你讲喔 叶元智吃亏在什么地方 因为太好押韵了 为什么呢 市值要掏软的吃 罢免就罢 叶元智 那自己当年去 为了要协助这个 等于说叶旷行动他们 去罢免掉3Q陈柏维嘛 拍了个影片 结果现在就把那个 人家哭手 网友就把那个 相关罢免那个 影片的人改成叶元智 然后就放了一段 在网络上 不断的这样子散播嘛 你不要小看这个罢免 为什么 市值专挑软的吃是对 为什么 因为呢 我的腹集地在板桥 你要知道喔 板桥叶元智 对不对 他事实上 他的得票只有 78134票 当时他是 12293票呢 那么才赢了 那个罗智政嘛 但问题是 罗智政在选前 自己出了好多个罗子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位 那个 类似当时 欧巴尚比联盟 他们有一些 这个素人 来抢了15479票 理论上来讲 在这一区应该还是民进党占优势 所以 还有 就叶元智 因为他常出现在很多的这个的节目上面 他目标显著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选举的时候呢 是爱与支持 问题是 罢免的时候 是仇恨值嘛 那仇恨值了以后呢 你又目标那么显置 大家就把所有的员工 全部集中在你业元智 那如果集中在你业元智的话 我跟你讲 要罢免业元智真的不难 很容易吧 真的不难 我告诉你 事实上全台湾最危险的人 还不是业元智 我不讲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国民党有很多的区域立委 现在都在故乡 好好的跟大家鞠躬 好好的跟大家做相亲的服务 我告诉你 最危险的一个人 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在讲 台东的区域立委 为什么呢 黄建兵 黄建兵得票25778票 但你知道 那是不是民进党分裂 那时候刘兆豪出来 跟报告 对不对 赖昆臣 拼啊 但你知道赖昆臣跟刘兆豪 两个人加起来 在台东的区域立委 得票数是 42164票 整整比黄建兵 多了16386票 只要这些人不爽 气 那个等一下出来 对不对 随随便便就把你罢免掉了 台东的 所以黄建兵现在的说法就是 我现在都留在故乡 为故乡的人奋斗打兵 我跟你讲 所以真的吓到了 不是这样而已啊 桃园的图权集 其实是国民党里面票差最少的 他赢黄思杰子赢了1229票 那当时是因为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国民党这些区域立委 赢得票数在1万票以下 都会害怕 你以为他们是靠自己 存国民党的正男身份赢的 不是 他们要么不是靠民进党的分裂 所以才赢 要么就是因为 各位不要忘记 白色力量 白色力量 柯文哲在1月13号的时候 他的总统票 得到369万票 但是呢 政党票你会去投给这个 比如说民众党 可是他们区域立委 只提名11个人嘛 所以当他们在投区域立委票的时候 除了废票之外 他们会投在 因为当时的氛围是讨厌民进党 所以他们就会去投民进党 对立面的国民党 很多是一位仗而当选的 所以事实上 选前我看过 所有民进党内的相关的分析 民进党在这一区 如果在区域立委的部分 跟国民党订勾机 他的民调 民进党候选人 没有赢5%以上 都非常的危险 事实证明 我们之前 在选前的研判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白色力量 这些年轻人票 贯到国民党去了 所以他们显胜 当然问题是 告诉各位 经过轻鸟行动了以后 你可以从现在的民调看得出来 民众党 柯文哲 黄国昌 现在都成了真正的老三 被打趴了 所以如果真的 来一次这个 所谓的罢免的话 这些人事实上很危险 那如果超过一万多票 你们就不能罢免了 就罢不了 那许晓鑫就罢不了了 我告诉各位 许晓鑫得票数是多少 他得票数是 八万九千七百二十七票 许 许淑华得票数是七万六千一百一十三票 在此之前啊 那么大家都会认为说 不会嘛 那个地方松信区不是比较深难吗 但是 你要知道 我刚刚说过了 罢免是仇恨值的累积 我跟你讲 这个仇恨值的累积很可怕 为什么呢 我喜欢你 未必去投票 我可能去爬山出国去旅游 我恨你 我可能就一定要投票 那天刮大风下大雨 台风来我都要去投票 他仇恨值有这么高吗 太高了 太高了 尤其台南 竟然说 把民进党立委说 他们是半兽人 我的天啊 半兽人一出来 半兽人就不是人嘛 你又看过魔戒你就知道啊 半兽人是什么东西啊 是怪物啊 你知道吗 然后紧接而来 他在骂别人 骂民进党的时候 各位不要忘记一个 然后还想起那天在冲突的时候 两边在打架都不对了 但徐晓鑫不是把民进党的党旗吗 弄起来以后 要去烙我们嘉义市的立委嘛 那么王美贵的脖子 要把他拉过来嘛 那个动作不断的replay 一直放一直放 所以徐晓鑫事实上 他尤其在很多地方的仇恨值 对绿营支持来讲 是报告的 有这么严重吗 还有 国民党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徐晓鑫啊 他不是讲说 我们不怕怕我们眼 我们民进党罢免我们一个 我们就罢免他五个对不对 对啊 然后警戒的来又说 来来支持我的人 一定比这个等于说 这个反对我的人要高 你不要忘记你再充兴趣耶 那其他人怎么办 我刚刚讲的那个 第一个首当其中叶元芝 叶元芝没有那么多场的 张学游演唱会可以 可以躲啊 你知道吗 那他这些人他怎么办 这些人怎么办 我跟你讲坦白的哦 到时候 因为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因为国民党在最近这几场 动员里面都动员不利 为什么 因为赢都赢 国会局你也赢了嘛 所以你要去动员国民党的 这些支持者出来跟民党抗争 你要有强而有力 现在没有嘛 现在变成反而变成 据我们的观察 反而变成年轻人的星鸟 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些 比较中老年的支持者 很嗨耶 很嗨整个view都上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问你嘛 如果真的这样罢免下去 只要成功罢免一到两个 国民党的立委 那民进党一翻就变成 国会第一大党 那到时候那个不投票的巴西 到时候会不会风吹两边倒了 所以小编 是 有感觉到那个危机吗 而且我觉得很妙哦 我问来问去 我国民党只有你 感觉到危机来了 这个罢免是一定席次变少 民进党变第一大党是躲不掉的 他全面罢免十个 可是我们损害控管道最小 而且白的也不是好东西 你不能相信他 我跟你讲 那个柯文哲推谁出来 当选副院长 邓家基 邓家基 现在在谈合作 你说考试院 考试院 考试委员选出来 是不是在互选 那个院长 所以简单讲 所以他已经跟民进党 谈条件了 我们是棒锤 我们这个党 我们那个国会的五法 是黄国昌要过 不是我们要过的 然后傅文琪以为 天真的可以换到花东三法 他当总招 我号令六十二席 引你十一席 全变了 黄龙三法不给你过 接下来最惨的是投票 现在开始走到不好 运气开始变坏了 在接下来是怎样 接下来投考人事权 我们全部都会输 八票都会投民进党 白的哦 你看那个 你看那脉络的发展 不然怎么会提邓家基 所以很清楚 那考试委员 你们从头到尾都被卖了 卖已经被黄国昌卖了嘛 以前有个叫 欧洲叫桑涵玛丽 这是霍乱国昌 必死你知道吗 你不可以跟黄国昌打交道吧 好 直接再过来呢 昌海马力 霍乱国昌 是这样子 刚刚宝洁你讲说 你问那个瑞德说 那控党半年多怎么办 基隆市长啊 这半年多啊 明年是不是2月1号 可以开始去零表 到中选会零表 然后开始连署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对不对 好 今天你看 现在那个世西 那个四年级大委员 那个李燕荣 那个小女生 他是不是说号称 签两万 两万及格率 就一万多而已 他要签三万零九百 要签到四万多 检查才会通过 第二阶段十趴 如果 而且时间快到了 只剩半个月 这半个月之内签到的话 就是民进党介入了 就林又昌下去 挥军去打了嘛 你说组织进来了 今天前基隆市长 组织是最强的 今天在摆街头啊 网路那种 那个都是绅士 真正全权盗漏 白纸黑纸 一笔一笔签 送到那个什么 各地的区公所 才是有效的检查 好不好 好 那是苦功夫 因为我罢免 林长所公 我也问清楚 好 今天 民进党现在介入了 政国会的林又昌 也已经投靠了 赖清德主席了 他还当秘书长 他想干嘛 他是不是想选新北市长 他不在基隆 把那个谢国梁拉下来 有战功 今天最紧张是 苏巧会不见得是你了 可是你当了民进党的 秘书长 你还能去选新北吗 战功第一 民进党 你以前长久跑民进党 今天如果 谢国梁 我们当然要保住他 对不对 如果他被罢掉 而是林又昌指挥罢掉了 来做新北 他跟苏巧会民调谁高 当然是林又昌高 战功吧 这是丛林法则 然后我们碰到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谢国梁真的很倒霉 本来这件事情 本来没事了 谢国梁已经过了 过了正砍了 这些把罢免 他已经慢慢消轰了 就因为这个清鸟 用了这个国会 他又被带起来了 因为黄国证 他得祸乱 现在在治疗中 被他搞的 好 那接下来 后面总指挥是谁 是赖清德 赖清德是战狼 你还记彼他当市长 赖清德是战狼 战狼啊 他在台南市会 赞 议长李全教 就不进去200多天 死了一大堆人 那个什么 登革任也不进去 第二个 他战谁 现任总统是谁 2020 选举的时候 蔡英文吧 他初选跟他战 然后呢 100年黄埔军校 战谁 战马英九 拿互不利署 战那个习近平 他每天都在战 不再会死的 所以他一定打 我跟你讲 赖清德只高兴一天 2024是不当选 1月13 休息一天 1月14协票 1月15 就在准备 就2028了好不好 开战了 不会停的啦 你看哦 先基隆 先这个复议 对不对 我们会赢 白的会跟国民党在一起 输了以后 有这个养分 然后发动全国罢免 全国罢免之前是基隆罢免 然后到2026 一路站到2028 不会停的啦 我们要提高警觉 还有 叶元智不用躲 去看张学游 演唱会有我们的意见 他天真的认为 我这边不动员 民进党过不了25 我还是立委 错了 每个区都会到25 你说每个区都可以 都可以到25 你相信我 还有动员能力 每个区都可以 都可以到25 那要活就一个可能 你超过25 赞 我跟你拼了 就跟黄杰一样 是 就跟你赞 黄杰 赞了就才会赢嘛 25%那个门槛 那5万多票 是很容易达到的 所以不要以为 躲起来就有活口 躲起来是闷死为止 好不好 今天一定要赞 你觉得国民党 所有的立法委员 都退此一步 急无死做 是 我们不仅要赞 而且我们要补 总有人会被罢掉 对不对 我们要罢民进党几个 像吴四瑶 吴佩宜把他补回来 还是要继续维持 第一大党的 这个CUSS跟态势 对 所以 可是你们现在没有 陶狼在算这个东西 所以 领袖要有方向感 未来要选 2028的卢秀院 可能要选 明年的主席的卢秀院 跟现在的主席 朱立伦 这些大人 一定要站出来 还有蒋湾 如果徐晓星不保的话 蒋湾的市长好选吗 桃园6比0 如果被弄成 4比2 3比3 连任 张善政也难嘛 江启臣 如果有些闪失 现在6比2 搞成 罢掉一两个 江启臣也不好选 台湾市长 所以 全党要团结起来 赞 拿跟民进党拼的 好 提问 所以 基隆市的这个罢免 居然这么重要 也就是我现在 就是透过基隆市的罢免 然后来玩手软身 软身到了2月1号开始 然后你说这个东西 真的对林又昌 至关重要 他要用这个战功 去取得赖清德的信任 谢国良 绝对会被拿来 当作季奇的一个对象 你知道 其实林又昌一定要做个表现给赖清德看 为什么呢 赖清德其实在黄埔军校 他已经下达指令了 那是下军令了 虽然是下给这个学生听的 但是事实上我念一段子 他说什么 我们绝对不能敌我不分 我们绝对不能敌友不分 更不能接受守战及中战的 这样的一个投降主义 什么意思 我就跟你赞 我遇到什么事情来讲的话 我的朋友在哪里 我哪一边是敌人 哪一边是朋友 哪一边是我方人员 这个一定要区分清楚 所以你看到 他不管在内政 在外交 在两岸的部分 就是采取这种所谓的 不投降主义 区别敌我 对 区别敌我 为什么呢 你不战的话 你就可能生死的问题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他现在 大家知道说 傅坤起到中国大陆去 连胜文家都在 你今天来讲的话 国会这些改革法案 很多人都在讲 这是中共指示的 北京指示的 那如果今天 今天整个全盘都依照 立法院这个意思 整个过来来讲的话 那赖清德要做什么 那赖清德选这个总统被议议了 那所有的民众支持他 当他选总统的情况之下 他施政都没法推动 到最后全部都变成 国民党拿走了 所以你是说 如果针对这个国会的改革 或者针对未来这个发展 他如果没有任何动作 赖清德会被反噬 他会被民进党的支持者 给抛弃掉 是啊 因为那是生存问题 这赖清德本身的生存问题 也是台湾的生存问题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不战不行 因为你 你有哪里可以去 跳太平洋吗 没有办法去了 所以今天来讲 说明国民党未来 跟中共好的话 他还可以回到中国大陆去 也不一定 但是对民进党来讲的话 整个都是全部战犯不是吗 全部都是台独战犯的 一个一个抓起来 要枪毙的 所以对民进党 就是一个生死战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反正我选赢 选输 无所谓 下一次就再来一次 所以国民党没有那种意识 你知道吗 我以前听过跟他讲 姚家我以前这边讲过 他说 我们民进党 变成功的 国民党变成功的 他爸这件事 他没有选他的派系 什么的资源都没有了 人家是用生死相搏 可是现在颠倒过来了 现在是民进党在跟你变成功的 国民党跟你变成功的 你变成功的 怎么可以变成功的 变成功的 你知道赖清德的想法是说 我今天当一个总统 我什么政策都推不动 四年之后 我怎么来拼年任 对不对 所以他退无可退了 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他只能跟你战啊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跟当时的老奖一样 退止一步 急无死所了 是的 所以你看他一件事情 他虽然全国的主委 基本上有一半 都是对他效忠的 那民进党的主委 他必须要什么 要开始练兵 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 主委就是选举机器 对 第一个 当然第一炮 就是从基隆开始 然后接下来 从各个地方开始联署 然后等到明年 过了那个法定的时间 就开始提出这个 这个罢免案 这样子来讲的话 其实赖清德 如果假设能够在国会 拿到过半的 这样的席次来讲的话 可以翻转 他目前的一个劣势 好 所以 宇轩 现在国民党还在 岁月介绍的时候 人家已经东风吹战鼓雷了 不是 宝兰哥 对国民党来讲 只有一条深入了 这条深入我很好奇 他们到底能做不到 就是说你要打总体战 其实现在是总体战的时刻 各位 你要搞清楚一个重点 今天赖清德喊说实习 那我们一下 他真的只会有 这时区的立委 全来动起来吗 不会 他一定是全台湾 各地所有主委 我们今天看这个宣讲 就明白了嘛 他一个一个重点下目去瞧 而且各位啊 包括他们我们先前讲的 议员他有什么 责任配额 都是立委要下去巡回 所以他是要把整个氛围 各位当选举开始拉 那选举他有一个核心的主舞台 以前我们讲主舞台在哪里 在卡拿哥人家大道 那请问一下 民进党现在的主舞台在哪里 在哪里 在立法院 轻鸟造势 所以我一直在讲 那个叫做轻鸟造势 但你对于国民党来讲 现在只有一条深入可以走 民进党的逻辑很简单 我是51席 我10席里面只要拿到6席 我就叫做实职过半 我赖心得就可以当我心中 如愿的全面执政的总统嘛 对不对 但保德哥你不要忘了 国民党现在席次总统有几席 52 54席 对加2席 那如果说国民党今天我们角色议员 变成是民进党 他们会想的是什么 我拿3席我就在野的 我就过半了嘛 我是不是可以全面压制你赖心得 但请问一下 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思维 没有 我们刚才是不是点兵点将 依依系署 叶言之 许巧新 傅宽奇 然后包括我们讲的台东的随便 那国民党也有他的人可以点啊 谁可以点 请问一下 吴沛英可不可以点 就我们这边分裂的选区啊 不就是小平 幻华中正 对啊 如果没有玉美人的话 请问我们两个选票加起来可不可以过 我们赢了差不多3万票 对嘛赢了3万票 那请问一下 吴思洋那个选区是不是一样的 吴思洋也会吧 张世刚跟侯岸廷嘛 赢8千多 对嘛 也是可以赢过吴思洋啊 而且我们还没有扣掉很多选民 因为分裂的失望效应 但我们讲宜蘭 陈俊宇可不可以 因为陈俊宇也是一样啊 民众党分裂 各位你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仇恨子的问题 那我反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了 民众党的人恨不恨吴思洋 恨不恨柯建民 干嘛 恨死了 黄郭昌的知识群就恨死他了 当我们一直在讲说 轻鸟行动轻鸟行动 我跟你讲 轻鸟行动的确包围立法院 但你还记不记得王毅川讲的那句话 519的小草都没有来 所以那个代表很多的知识群众 其实是什么属性的 这只本来就是支持民众党的知识者嘛 而国民讲的民众党的群众还在不在 当然还在 所以现在反而需要是什么 因为国民党一直在打防守牌 一直在讲说 哎呀我要怎么样去避仗 我要怎么样去降低温度 我问我讲 然后叶元智去听演唱会 对 死路一条 叶元智 死路一条 不要再听了 好不好 张学勇 不要被拍到 我跟你讲 这死路一条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你现在国民党唯一条深入 但我说很困难就是 你要启动所谓的总体战嘛 也就是你 民进党要在全团片开风火 那你国民党也可以把原本民进党 所有的东西盘点起来 变开风火 因为你今天要有罢免的标的 而不是只是纯粹防守 比如说好 你取吴思瑶 吴思瑶是不是一个仇恨值极高的一个标的 当然 他仇恨值也很高吗 国民党讨厌死他了 吴思瑶对嘛 吴思瑶是不是 那吴佩宜你也可以举嘛 吴佩宜我跟你讲 他反而是民众党的表弟 为什么 因为吴佩宜在宣讲的时候 还在笑黄国昌说 嗨呀这个黄国昌这个不举 他说他只有25秒 各位我是引出他原文 他说他在立法院都不举手的啦 不支持民进党的 黄国昌的太太应该出来告吴佩宜 对嘛 所以你看民众党是不是可以善用这个风草 所以我会讲 如果说国民党真的有这个想法 我们刚刚这张图 保德哥其实藏了一个玄机 你有沒有看到 国民党请问一下他是几个席次 他全台湾14个地方首长 那我问一下 立委选举他是属于什么样等级的 他是中央选举还是地方选举 中央选举 听起来是中央选举对不对 但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 这地方 地方选举吗 动员是基层嘛 动员是基层嘛 那中央请问一下赖金德 现在有没有办法出力来去 帮助这些我们讲的地方的选举去run 没有 以前蔡英文为什么可以run 有人有钱有资源嘛 但问题是现在立法院被国民党卡住啦 所以理论上来讲在这一场罢免战里面 谁最有利 各位不要忘了 罢免是仇恨动员 就是我动我自己的人越多 只要多过你的人 我就叫做赢 而中央选举是不管的 所以如果他有办法 透过这14个县市首长 他们有一点警觉 知道说我如果再继续 岁月静好下去 我再岁下去 我2026就直接打包回家 打包回家了嘛 所以他应该要把这个2024年 这个罢免战争 视为不管你是所谓的前哨战也好 而且各位不要忘了 罢免的人选里面 会不会有县市长候选人 我若是民进党 我一定罢免县市长候选人 对不对 我先让你元气大伤嘛 上个老半天你还要玩吗 所以你说 这个罢免大战事不可免了吗 当然是吧 可以免 因为国民党我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站 我也不是国民党 国民党的尿性 很有可能就是 我不要了 我们岁月静 我最近听到一个声音 我听到我整八火 你知道吗 国民党还说什么 我们现在跟他拼民生啊 不要弄这种政治性的议题啊 选举议题啊 他搞得自己 好像现在这个总统 叫做国民党 国民党籍人你知道吗 所以国民党的惯性 一直有的是这样子 包括你说这些县市长 比如说侯友宜也好 卢秀燕也好 蒋外好 真的会会动吗 我再讲一次 这个是攸关到 包括蒋外的连任 以及卢秀燕的接班 还有侯友宜的接班 因为退此一步 这个我们讲 万劫不复 所以他们还没有 当然没有思考到说 现在这样战争 如果2025年输了 就没有2026年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只有一种深入 也就是我全面发动总体战 跟民进党 这个像什么 2025选举一次 2026选举一次 顶多就是2024年 大家没选完 再打一次延长赛嘛 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口号 非常清楚 保德哥 你记得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吗 他说我要单独过半 大家都忘记了 朱立伦说我要单独过半 事实上朱立伦 根本就应该 他是选输了 为什么 总统输立委也输嘛 因为按照单独过半的逻辑 但现在 明摆着一个危机跟转机 放在那边 因为国民党我坦白讲 你为什么不能拼57期呢 民进党可以拼 你为什么不拼 拼过了57期 如果国民党真的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底气 朱立伦搞不好 连选总统都有可能 好 所以玉舫 刚才讲 现在是两边党 生死相搏 战场已经来了 这个战争已经到了 这个风已经吹出来了 气味都出来了 大家都要赶了 结果国民党现在来讲的话 当初大家讲说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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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能不能躲一下 躲一下就过了去 过不去了 你也觉得过不去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民进党已经把这个氛围 给酝酿好 酝酿好的话 过去来讲的话 民进党就是一个战斗 选举的一个动物 只要能选举 大家就能活过来 只要能够选举 大家就可以来鼓动的资源 现在来说的话 国民党已经希望的一件事情 是说 算了 能不打就不打 这个东西很像 以前高中的东南西北 那个学校 大家都已经约在中华路 要决战了 结果呢 你在那边说 教官要来了 我们不去 能不去吗 你不去的话 人家其他学校就杀过去了 现在来讲 民进党已经在杀了 磨刀霍霍了 就像以前台北 是东南西北四大学校 西北局对决 大家已经在中华山上 已经刷毒 已经要来杀了 结果呢 国民党现在竟然 假装没有这回事 想说算了 如果我们都不要去提 如果我们去看看 张学伟的演唱会 是不是有办法 岁月静好 不是的 民进党 他本来就不是这种习近 民进党就是要战 就是要选举 他就要战功 所有的人都已经磨刀霍霍了 你看王世坚 尖歌都敢讲那种话 全面改选 如果人家敢 呛毒这件事情 你国民党有点尬死 你就来这边 你就把全面改选 你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这就是个洛基游戏 当人家来呛毒你的时候 你装没听到 你没有五十几席 你装没听到 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情 有任何的回应 那这事情要怎么玩下去 这个东西你不要以为说 你不去弄 人家就不会来 当你不去中华商场 中华路商场 跟大家打的时候 你的学校校门 就被踹开了 真的假的 到最后你真的 整个学校就被断掉了 整个国民党就被断掉了 如果你不站的话 你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被拔掉 当然来讲的话 你最后的下场 一定很惨 我们上礼拜开始讲的 从礼拜五开始 就开始反賴绝负民主的演讲 而且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可以上礼拜就讲了 这个嘛 这是一个铺陈 是为了未来罢免做铺陈 果不其人 现在我们刚刚讲的 许志杰讲的最明白 罢免这件事情 未来一定要做 明年至早要罢 他说一次要罢十个立委 如果真的按照民进党讲的 他真的能够罢十个立委的话 那如果再变成民进党上去 那民进党上去了以后 他有可能过半吗 宝贤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的 这个宣讲活动 表面上是反滥权护民主 但是其实民进党 想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把现在 国会少数的局面 把它翻转过来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用意 那他怎么要翻转呢 当然就是要用所谓反滥权护民主 这样全省宣讲说 现在国会议员很烂 我们要把他推翻 让他拚好不好 这就是民进党要的气氛 有可能拚吗 他们现在已经定出目标了 第一个目标就是说 罢免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明年至少要罢免十位立委以上 那你更不用讲 坚哥 坚哥他在下大雨的时候 拿着雨伞 他说什么 国民党可以直接提倒戈 解散国会 全面改选 所以喊出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一面逼着你 逼着你倒戈 逼着你全面改选 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不敢全面改选 我本来是侵吞 变成蚕食 我一个一个将军抽居 我至少要抽掉十个人 所以现在国民 这个民进党的未来的战场 就在立法院 他要嘛就是 让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少非常多席 我要跟你宣战 要嘛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全面改选 我也可以赔你 所以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那种主战的气氛 是相当强烈的 那如果你要战争 你要动员 你的动能在哪里 你有这样的能量吗 我刚才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 有三个被抬上台面 一个就是傅君旗 一个是许巧新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叶元芝嘛 那你知道 我跟你讲 这种所谓罢免是仇恨动员 仇恨动员 就我很讨厌他 不爽你 我要出来 要把他干掉这样 这个才有非常强大的动力 现在有没有那个人出现 有嘛 傅君旗你看 这几天他已经没有声音了 那叶元芝老草 就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好现在许巧新就是毫无疑问 是这一波罢免里面来说 最重要的主角 而且你说 现在许巧新陷入一个 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步 也就是说 他现在如果躲起来 按照现在松信区 虽然你得了八万多票 虽然你的对手 赢了一万三千多票 可是这个罢免是基础的 只要五万多票就罢免了 那这五万多票 民进党是做得到的 那民进党如果做得到 你不管有没有做动作 你都会被他罢免 你都会过这个五万的门槛 你如果过这个五万门槛 你没有相对的力量 把他给压过去的话 你就坐以待毙 可是如果你不愿意坐以待毙 你要去跟他拼 你要去跟他拼 那个旋风 那个冲突 那个险星味 就会越滚越激烈 越滚越激烈的时候 他就会从松信区 整个突到全台湾 而且我问你 一个党派 最恨另外一个党派是什么人物 他的鹰派人物 特别是一直攻击我们的那个人 谁一直在攻击 就是许巧新嘛 你看他从台 我跟大家讲 我认识非常多绿营的朋友 每一个人都说一定要把他罢掉 你问到这个业员之后 我问到这种冲突 他们有时候觉得 啊好了没关系 但是许巧新一定要罢 那这个许巧新的动能有多大 你看前几个礼拜 你感觉到那个动能了 前几个礼拜不是 这个我们要网路名人 不是说到他家去晃一晃吗 这样一个活动 也要好几千人去参加 那另外还有什么 保险你看他从什么 从台北市长攻击陈时中 然后总统大选的时候 攻击赖青的 他都是主炮手啊 所以我跟你讲 民进党每一个人都已经 磨刀祸祸祸 就是这一次 主角就是许巧新 他们一定要把许巧新罢掉 而且你特别去精算 本来大家都认为 在松信区里面 许巧新是八万九千两百二十七票 许淑花是七万六千一百一十三票 两个差这么多 差了一万三千多票 你怎么可能罢掉 松信区是懒大于绿 可是刚刚讲的 这个八名最诡异的地方是 你是这个选区里面的四分之一 二百分之二十五 那就是五万八千零四票 五万八千零七百零四票的时候 是比许淑花的票要少的 那以现在绿营的情绪来讲 要动员出许淑花的票数并不难 那如果你要动员出许淑花的票数 那许晓鑫只在一条路 我要拿八万九千七百二十七票 跟你拼了 对 所以现在变成许晓鑫 变成是这个压力非常重 为什么 你看 现在这个以许晓鑫跟许淑花 在这一次立委得票 没有错 八万九对上七万六 照理说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罢免法来说是这样子的 就是第三阶段投票 因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我觉得应该过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第三阶段要拿到五万八千七百零四票 这个部分只要许淑花 当时投给他的百分之八十人 出来盖的话就会过 他不会出来吗 我跟他讲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会出来 因为为什么 你说搞不好百分之百 他们很讨厌许晓鑫 在绿营的人士里面 你问他们最讨厌的国民党是谁 他们绝对会跟你说就是许晓鑫 所以现在你看 许晓鑫已经开始讲了 他有觉悟了 许晓鑫的觉悟就是 现在民进党要提罢票 他说我的票要比民进党 缺制的票还要来得高 大家好不好 就是他已经知道了 他这一意 那是只有正面对决 没有第二条路 对 而且以徐晓鑫的个性来说 他也是会跟你正面对决 可是这呢 宝洁 这又会燃起一股更大的火焰 为什么呢 你事实上等一下 我们就讲 如果你是单方面挨打的那种戏 没有人要看 他一定会被罢掉 那种没有人要看 但是什么戏要看 就是你跟我 我砍你一刀的时候 你又砍我一刀 有来有往 而且我用更大的力量 这个时候就会很想看 所以那事实上这一次里面 为什么我们说 民进党的这个主要的 一定是徐晓鑫 你看已经马上有这个 铲除黑心 新疑难 新疑难中山罢免团队 已经马上就出来了 然后你看官方脸 官方的粉丝帐号都有了 然后脸书的 Instagram Trader的 LINE的全部都有了 然后开始每天给你 po一些 每天都有了 每天都有资料出来 已经冻起来了 这要做什么 维持热度 维持热度之后 然后剪接下来的话 你看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所以 我才说这一次民进党的 这个所谓全省宣讲来说的话 他的目标就是要 燃起这一股的罢免之火 然后进而呢 让国会的 让赖清德能够在国会更好做 所以说民进党这次的罢免 刚刚讲的 我已经开始去动员了 动员连我的攻击标的都有了 对当然攻击目标就是徐晓鑫 所以我才说 因为徐晓鑫最近的人 你看徐晓鑫 他又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天彩火 你看从过去一段时间 陈时中的这个选举的时候 他公布非常多照片 然后梁文杰他也是这样子 然后最几天在 他又公布这个 许淑华的这个 韦庭的这个照片 甚至这几天 苗博雅他去南部的时候 他不是在说吗 我的车牌都被徐晓鑫公开 你讲这个要干什么 所以显然 目标就是徐晓鑫 现在大家都 统一攻击徐晓鑫 甚至这几天 王毅川也跟徐晓鑲上 所以就知道 其实 现在所有绿营的这个焦点 不断在累积徐晓鑫的一个仇恨 也就是说 今天我如果公布这个 王毅川 你违规左转 违规右转 王毅川应该被骂 可是王毅川讲说 我的车子是新开的 我的车子跟我以前的颜色不一样 而且我在地下室上车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 出来他就是开刷 那陈时中你怎么会知道的 梁文杰你怎么知道的 徐淑华你怎么知道的 包括苗博雅你怎么知道的 这些东西 照片从哪来的 所以你看事实上 现在就是可能在累积 对徐晓鑫更大的仇恨 准备要动员开来 所以来跟你讲 事实上这一波的这个 所谓绿营的这个罢免风潮 一定会开始的 而且这里面 这个双方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徐晓鑫 那偏偏徐晓鑫又是会让整个火 一直不断往上烧 民进党最期望就是看到这样 火一直往上烧 一直烧一直烧的时候 到时候这一股龙卷风 才能够真的卷得起 而且你说今天看到的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你会注意到一点是 他是所有的第一个 他是所有的地方的 这个主委都出来了 第二个是我不管到哪里 那里的所有的议员 那里所有的立委都出来了 更让人家惊讶 就是你到了高雄 对 连高雄市长都出来了 对 没错 为什么这一次要开始 用罢免的方式呢 因为他开始要练兵 紧接下来 2026年就有所谓地方大选 那2028年又有总统大选 我开始一路这样子 先把国民党的气势 把它打下去 至少在这一次的 国民党不会过半的气势 没了之后 他的气势就会不断不断的消散 到2026 2028 民进党才能够获胜 好 宇雪 那上礼拜有人讲说 现在民进党是以所谓的 反滥权户民主之名 开始举起这个所谓的 全国全台湾的寻讲 全台湾的寻讲 其实都是为了 未来罢免做铺路 大家想怎么可能 还有很多人骂我们 就很清楚 现在真的就像我们 上礼拜讲的 三个主要人物 傅婚奇 徐晓星 还有叶元智 而且中间最关键的 就是徐晓星 而且这个有一个关键就是 他拼的不是蓝绿多数 他拼的是仇恨值 对 宝贵哥 我再帮你更进一步好了 因为我修正一下刚才讲法 我们刚才说练兵错了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已经开始在选举了 开始在选举 现在就是民进党选举区 所以现在的选举 对要对象 是民进党对上徐晓星 这才是现在真正 整个选举的主軸 各位 我们先讲罢免的时候 按本词好了 你知道罢免跟一般的选举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 差别在哪里 一般的选举叫做选嫌语人 他罢免不是罢免是选我最讨厌谁 对不对 我是仇恨值 当然是仇恨值嘛 所以我们讲 为什么徐晓星会是一个完美的标的 因为你今天选傅昆奇 请问一下傅昆奇可不可以躲起来 当然可以啊 因为现在国民党已经丢包他了嘛 所以傅昆奇就 国民党丢包他了 他回他的花莲后山里面 好好的进修进修 难过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傅昆奇了 对 已经没有他的角色了嘛 那叶元兹就不用讲 他的总招居然躲起来了 不是 他不用躲 因为国民党已经不要他了嘛 因为傅立伦刚刚那是另外党主席的纷争的问题 那我讲叶元兹这个人是什么 叶元兹这个人你不用骂他 他本来就躲了 他自己第一有时间 马上就缩到壳里面去 打都打不动 他不是有英明神武的那一面吗 但你知道徐晓星 他打到什么英明神武 他只是说自己很硬啊 但也不知道硬在哪里嘛 但今天徐晓星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他想退但是没有路可以退 他无路可退 我问一下哦 今天紧接而来的叫什么 听政调查权 那听政调查权请问一下国民党谁要领着大旗往前冲 当然是徐晓星啊 他跑都跑不掉嘛 那我问好 今天徐晓星可以退对不对 退了之后他会变成什么 请问一下他可以躲起来吗 躲起来 民进党就不恨他了吗 民进党不会放过他的 对嘛 刚才讲的 你如果按照现在松信区的那个门槛是5万多票 5万多票以现在民进党在这里的实力 他要动员5万票 动员6万票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徐晓星只剩下一条路 我跟你拼了 对 宝兔哥你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徐晓星就算退了 我跟各位保证门槛也会过 所以大家很清楚一件事情 而且我还有听政调查权必须要去处理 我只有一条路就站到底 所以民进党锁定他作为那个标的 觉得是最好的标的为什么 今天罗马竞技场里面 你要试想一个东西 如果说我今天放了一条野兽出来 结果发现是一只绵羊 那这个战士再怎么去砍他 观众都兴奋不起来 不会兴奋 就算血流成河也兴奋不起来 那什么样的观众会最兴奋 会斗 会跟你针 尤其是那个斗牛有没有 就不断地拿脚就给你冲撞 然后跟你搏个你死我活 所以这个东西之后这是谁 就是徐晓星 那他不怕徐晓星把这个民进党给干掉吗 不是啊 这个是党性的问题 因为保佳哥你会问 党性的问题 你不了解赖清德在做什么 当赖清德针对国会无法 再进行所谓的复议案也好 视线也好 赖清德真正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直接给你个答案好不好 我跟你讲啊 礼拜五民进党绝对不会党的 你知道什么吗 甚至是顺顺溜溜的直接拉过去 国民党在那边紧张老半天 说什么哎呀 搞不好会有杯葛啊 会有什么大招 我跟你讲绝对不会 因为罪翁之意不再久 我就是要让你过 不是 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 藉由这个案子 这是他揭竿其意的大旗嘛 他怎么可能自己把大旗折掉 因为这两天已经讲了 他说你赶快打电话 给你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然后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请他们在复议案的时候 去支持复议 如果我已经给你机会了 如果你没有支持复议 就代表你就是我猎杀对象了 保雅哥你刚才讲这句话 你忽略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柯建民在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什么 现在是诺曼蒂登陆 大家反攻的时刻到了嘛 他那时候已经宣告了嘛 赖清德真的要的是什么 诺曼蒂登陆 他要国会过半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嘛 赖清德从楼到尾这些都是假的 国会什么改革无法 什么国会扩全无法 他才不管你 他什么轻鸟行动 各位你知道轻鸟行动是什么吗 他是叫做轻鸟造势 你就在换这个角度想就理解了 他是民进党的造势大会嘛 他是整个选举期间 你说动员也好 把支持群众号召一下 他真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把国民党是不是现在喊10席 对不对 他只要霸6席就好了 51加6 请问一下他变成什么 57 最大党 他被国会最大党 赖清德变成什么 过半总统嘛 所以这才是他真正要的一个目的嘛 但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搞清楚说 所以我喊10 我只要过6 6翻过来 我就是过半了 对 因为赖清德要的 不会是1也不会是2也不会是3 你说宇轩不对啊 53席赢过国民党 那请问一下 赖清德竟然他最心中的痛 最心中的痛是什么 国会没有过半 我四成 我是四成总统嘛 那我四成总统 今天国会过半 是不是代表我民意翻转了 可是大选刚过 大家要休养生息 你大选刚过 你又给人家搞霸扁 大家说你输不起啦 我跟你讲 民进党 不来这一套的啦 对于民进党 只有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我赢 一个叫做我输 所以我若输了怎么办 民进党会做什么事情 我再拼到赢为止 我选输了我干嘛 我就再选一次 所以对民进党而言 这个过程 只有一种状况 会被民意唾弃 就是他选输了 但如果选赢了 保际哥你知道的是什么吗 对啊 成王败寇 因为对民进党的负责而言 胜利是无可取代的 所以他才不在乎 跟你讲说什么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胜利是无可取代的 对所以你仔细注意到一个没搞 今天这个东西是由神起 是由谁来发动 全台湾在巡迴宣讲 你会注意到一个点 沈柏洋是不是领头洋 对 黄杰是不是领头洋 对 那请问一下 黄杰跟沈柏洋 是不是过去民进党 传统的领导型政治人物 当然不是 以前传统是谁 什么 王定宇啊 那为什么是他们两个 所以这是赖清德 跟徐晓星的战争嘛 这是赖清德的战争 这不是立委选举 是赖清德要把自己的 四层民意翻展过来 各位还记不记得当年 台南那个时候 赖清德做什么动作 赖清德有站起来 赖清德有站起来 立委站起来 现在赖清德就在做这个动作 赖清德你给我站起来 陈其迈有没有出来相比 出来了 但理论上来讲 跟陈其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对不对 陈其迈他们有没有要拼连任 没有陈其迈没有要拼连任 那陈其迈的总统大选之路 他未来的储君之路 跟赖清德之间有任何交集吗 没有 但他很清楚这个概念 因为现在整个民进党 已经进入到选举的备战状态了 我细俗各位你就懂了 2024年这个叫什么 到年底之前这个叫做文宣战 而等到2025年2月开始 那个叫什么 罢免战 那请问一下 紧接而来下一场选举是什么 2026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整个 还有三部曲 这当然三部曲啊 那2026所有的地方选举 我想只要一翻 为什么 你想想看哦 台北市请问徐晓星被罢免的话 你讲话还要不要再选下去 叶元自被罢免的话 你侯友宜还要不要再选下去 卢秀燕如果你的罗廷委 被罢免掉到卢秀燕的脸面 还又要续续脸刃吗 我讲只要罢了一个 国民党自责的特性就是 我一输我就开始灰心丧志 这是蓝绿两党最大的差别嘛 所以我是往哪减小口一减二个 所以这根本不是前哨战 已经在打仗了 宝杰哥 只要有任何一系列委被罢免 国民党就会兵败如三岛 所以我反问一个前提 当民进党连陈其迈这个 最事不关己跟賴心德之间 没有连结的人都动起来 那国民党这些滚滚猪公 都还在干嘛 蒋万在干嘛 侯友宜在干嘛 卢秀燕在干嘛 不好意思 他们在岁月静好 因为这一场罢免战 根本跟所谓的什么 立委啊 选举无关 他是攸关2026的生死战 就是如同我之前讲的 这是马其诺防线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倒下 我跟你保证 国民党2025 2026 2028 兵败如三岛 好小片 现在我看到很多蓝银还在骄傲帅 我们只有六成 现在绿营只有四成 而且我们现在国民党 是国会的最大党 我们可以掌握所有的节奏 可是现在民进党 真的已经东风吹战鼓雷了吗 许志杰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明年一定要搞罢免 我要罢十个 十个啊 他真的可以罢到十个吗 他罢不到十个 至少罢十个以上 联署会成功 成不成功 他只要三五个 我们就很麻烦了 好 那焦点当然是许晓星 我给你看一个门道 许晓星是不是赢了一万三千票 八万九对七万六 那如果白的不投票呢 他今天 其实许晓星 那个时候 后期是民调掉十% 崩掉了 后来再回来一点 好 那你扣掉 你认为 柯文哲在那边 是不是开了差不多四万票 那今天许晓星是跟白很好 对 那今天一万多票 就是白的票 所以蓝绿是平手 好 那个时候 你是这样看的 当然是这样看的门道 你许晓星区本来大家都说是蓝大于绿 绝对不是 当时不是 平手 蓝绿平手 蓝绿至少在投总统那一次是平手 那现在又被人要搞个千鸟行动 你认为还有平手 没有了吧 可能是输的哦 说不定蓝比绿小 最多一样大 好 那白的会不会出来投了救他 不会吗 白的投科文者可以 投大选总统热闹 七成五 他连市长六成五都不见得投 何况投罢免 所以仇恨值非常重要 浓度很重要 浓度 是 这个比蓝绿 仇恨浓度 对 比仇恨浓度 那他仇恨浓度有这么高吗 全世界第一名 全世界第一名 是 好 那许晓星是非罢不可 他最重要 就绿的来讲 简单讲 因为有的图全集 那个叶元智 仇恨值没那么深 可是我罢的许晓星 仇恨值升高 而且他是媒体放送中心 对 辐射效应到 想罢那时期的每一个区块 每天都在打许晓星 那许晓星不是傻子 他已经放出SOS的求救信号 在台南了 对不对 有没有 大家要来支持我 对 许晓星不会笨到说 我都 我岁月静好 然后我都不反罢免 他已经知道 他只剩下正面对决 他已经知道他退无可退 他就算退了 民进党也不会放过他 所以我们最好的结果都算了 27比25 或是28比26 会五成多 他们一定过25 罢免一定过25 你一定要超过25 所以说 现在绿的要过58704票 是一定过得了 过得了 可是多不得拿回去 可能是6万多 你要搞到6万 我们到7万 你才活下来 好不好 许晓星 那白的不投 蓝的要集结 所以许晓星 一定要正面对决 因为许晓星被罢掉 国民党也倒了 台北市 那许晓星 被倒了吗 倒了嘛 少一个许晓星很严重 至少连任很困难 好不好 讲完 第二 你把许晓星跟蒋万 两个绑在一起了 是 这个好像那个 吃这个一样 吃那个也一样 我今天 岁月静好 蒋万倒了 那今天很麻烦嘛 少一个许晓星 这个战将 今天许晓星的个性 他是秘欢 他不是波斯帽 躺在那边 给你摸肚子 还一定给你拼好不好 好 他拼的话 那辐射效应到全 全台湾 那每个地方都要拼了 所以朱立伦 现在要主张了 全部拼 保十个 我跟你干了 我再霸无事要 我再霸无非议 大家来拿刀护砍 罗马基地产 要有这个尬子啊 国民党 这才能打 等死吗 国民党 不是 你说现在是黑道在火拼 黑道火拼 是狭路相逢 雍者胜 别人拿冲锋枪来 骂我们一个 我们岁月经好拿扁钻 拿冲锋枪 拿机关枪 要跟你拼好吗 打烂为止 这才是选举嘛 对 一定要拼啊 看起来目前还没有拼的气氛 那不就当年 除了一个四海 在拼地盘一样吗 是这样子 是很重要 一定要拼 徐晓星是第一重要 我们一定要保他 我们要出钱出力 我帮他募款 我帮他借开板 等一下 今天不过是个罢免 罢免要花钱 徐晓星 这个至少花五百万 你说一个罢免要花五百万 我爸的一场都花了三百万了 他不花五百万保自己啊 是不是 所以他是保不住 国民党倒大美 一定要保住 然后也要罢民进党 所以徐晓 这边听起来真的 他现在在黑到火瓶 如果黑到火瓶 一边躲起来怎么办 可以吗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火车对撞 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民进党 他现在喊出来了 这几个人 以徐晓星为主 人家民进党 已经拿出寸礼啊 已经要拿扁钻出来了 现在所有的氛围 你看他们的line的群组在传 所有的东西 都是细数徐晓星的不对 所有他的东西呢 就一个一个传 一个一个加上这些梗图 人家拿寸礼啊 跟扁钻出来了 国民党 好像还没有发现说 睡觉静好 对 还没有发现 人家已经拿着扁钻冲过来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看到的是 可是我想休养生息啊 让老百姓这样子 平平安安过日子啊 我一天到晚这样动员 老百姓不累吗 可是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要看得出 他们慢慢的把这个气氛 这个气氛 已经营造出来了 你看之前来讲的话 很少看到会不会从中央厨房 把这个影片跟梗图给丢出来 现在一个一个一个丢出来 那丢出来之后 这气氛已经闻到了 你说如果把这个梗图丢出来 那就是一个战争准备的 对 那个就是中央厨房的一个战鼓 那你这个打出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气氛都已经出来 你觉得这个青鸟行动吗 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蝗虫 如果今天来松山心意 扫过去 真的许晓星第一个倒下去的话 后面就算不是同一时间 后面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大有可为 你这样扫过去寸草不生啊 这边弄完之后 中部在弄 弄完之后高雄在弄 一路扫一圈 没有几个挡得住 许晓星现在来讲 就是一个摊头堡 如果今天在松山心意的话 许晓星会被磕下来 那其他地方 只要是条阿咖的一个动员 一个基础结构的一个动员 你都会秋风扫落叶 没错 这个东西来讲 风吹朝夜 到南部整个弄起来之后呢 再来一次 我不相信国民党 还有办法再当国会最大党 后面 上辈如果问我说 这样这个罢免 我想罢免有那么简单吗 一向罢那么多人 你又有正当性吗 可是下来不管 不管以后我就会很困惑 所以你刚刚点心我一个东西 今天是罢免 罢免是仇恨动员 罢免不用中间选民 罢免只要基本盘就好了 罢免只要基本盘 而且我上礼拜 我就讲说 那个副意是假 罢免是真吧 然后我就讲说会有六个 就许志杰现在讲十个 我跟你讲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他会跟你讲说 我要国会过半 我好做事 所以我不能只刚刚好开六个 所以是十个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次宣讲的时候 下去的时候 都提到一个人 提到韩国瑜 对不对 都讲韩国瑜 都把韩国瑜讲得比 傅宽杰要严重 为什么 我到时候还跟你讲 国会过半之后 我就要拉向韩国瑜 改选院长 我就是要把火不断的炒热 所以我不断的要有这个标的 所以现在傅宽杰根本不在他们眼皮底下 他们现在的眼皮底下是韩国瑜了 不是一直都在讲 你看每一场是不是都在讲韩国瑜 对啊 我到时候把你拉下来 然后为什么要有徐晓鑫 我跟大家讲 所以他现在讲 我主攻徐晓鑫 其实是拉下韩国瑜 我现在跟大家讲 之前不是有人做最好罢免立委的名单吗 你知道徐晓鑫排第几 排第几 排第十七 那很难啊 那为什么一定要有他 为什么一定要有他 因为前面你都不认识 我算给你听第一名是徐晓鑫 第二名是叶元智 第三名是丁绝宗 第四名是尤昊邱若华 廖伟祥 鲁明哲 黄建兵 郑正前你认识几个 不认识嘛 不认识嘛 不太认识除了叶元智比较有名嘛 那我现在要拉徐晓鑫是什么 就是要用徐晓鑫把整个局都打热 不然徐晓鑫那些人都不认识你局怎么会热 我这边跟你徐晓鑫一直打 就会热 你徐晓鑫不会撅不敢撅 对 不好意思其他人倒大煤 你这边把投票率轻高了 把投票率轻高了 那其他那几个新科的 刚刚你讲的不认识的 本来没事的 同学天下同学会有事 那会撞到红台没吗 一定是啊 可是你收信就是你的收信 台北就是你的台北 关我的陶渊什么事情 我这边没有徐晓鑫可以罢嘛 对不对 那我就去罢 这边国民党的啊 所以他要有徐晓鑫的 为什么徐晓鑫这么难霸 所以我一定要采取这个活动 所以为什么徐晓鑫这么难霸 第17名我要把他摆在 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就是因为有徐晓鑫才会热 才会热之后 国民党那些其他的新科 你们就倒大门 对 那我要跟国民党讲说 你现在在讲说 我们要政变对决 要狭入相逢有者 你霸我也霸 那我讲白了 你就霸不赢人家啦 而且提委你说 现在看到民党完整的是 因为他党部出来了 党部出来没什么了不起 你说他最关键的 政策部出来了 组织部出来了 维宣部出来了 那就代表真的打仗了 民进党的中央党部 就下向去了 你看这个政策会执行长 王毅川就到 到处去宣讲 再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知道 526的时候是 民进党的各地方的 党部主委的选举 然后结果 6月7号他们开始 正式就职之后 这个赖清德6月12号 把大家所有人都找来 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 国会的改革法案通过了以后 开始找到一个正当性 什么东西呢 各地其实是可以去动员 动员起来的 你知道这一次党部主委 选举的结果 赖清德青睐的派系 基本上是过半 小英的派系是降低了 你知道小英过往来讲的话 他有七起现在变成四起而已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赖清德必须要 这个都军嘛 毕竟来讲他是党主席啊 他党主席 他党主席接下来 他面对的是2026的选举 那这一次的赖清德的这个 我再补充一下 小英就是2018的县市长选举 输掉了兵败如山倒 才让赖清德有挑战他的机会 所以今天如果赖清德在 刚刚讲的 这一次的选举 如果有一点点闪失 他就给他的对手 有挑战他的机会了 对啊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他这一次选举当选的总统票数 是一个少数总统的概念 他如果说在2026年 能够在地方选举搬回一层的话 他基本上讲话才会大声嘛 他才能够有底气来跟各个阵营来校正嘛 所以他现在来讲 党部主委已经都是赖的人 一半以上是赖的人 这些人要会打仗啊 这些人如果打仗打输的话 那以后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议题来讲 超兵 就是超兵 他就是军事演习 就是我们所讲的军事演习 军事演习演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转变 由屏战转过去 就变成战争的概念了 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他不现在练兵 什么时候练兵 他不怕老百姓反弹吗 不会 民进党的支持的都是 好像吃了这个兴奋剂一样 你要有议题 要有东西 因为民进党本身 他是一个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基本上他必须要有 选举这个议题出现之后 他才能够整个党活络起来 他要赞 对 他是要赞的 他不赞的话 你想想看 如果成年到晚 立法院每天我的政务官员被骂 行政团队被骂 每天老百姓看到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心里会有气愤 但是当有一个议题丢下来之后 到各地去宣讲 然后各地都在骂国民党说 你们都是烂权 反对台湾民主 这个东西诉诸人民来讲的话 民众可以那个火被点起来的 那点起来的话 就把什么 把中央所谓的中央执政的 或者是在立法院执行的画面 整个盖掉 盖掉之后到各个地方来讲的话 这些战功 因为你看到每一次要动员 主委也好 当地的民代也好 全部都是要看业绩的 就是看你的KPI的 如果你来的人少 如果你来的人怎么样 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基本上都可以去计算出来 如果你这里不足的话 基本上党中央 就赶快去填补这个东西 这是组织部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 只要看到整个党机器 动起来的情况之下 代表着他就是要选举了 而且罢免只是一个议题而已 刚刚就谈到说 现在对于民进党来讲 你说要罢一个罢两个 那个宣泄气氛 那个对太小看民进党了 对于赖兴德来讲 我要执政 我要去掌握国会 掌握国会我要多数 而且不是多数 我要绝对多数 所以我不是罢一个 我要罢六个 可是现在我看到这个 这个我就把我吓死了 他不是罢一个 不是罢六个 他罢十个 要一个打十个 现在叶元汁变成叶问了 你好我姓叶 柿子挑软的吃 罢免就罢叶元汁 我姓叶 叶问就是一个打十个 然后我要一次罢十个 保险哥我跟你讲 现在民进党的战略 已经不是要让变成 民进党国会最大党 这叫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是2026 长期目标是2028 铲除掉赖清德联论之路上 可能的竞争对手 所以他是短中长期的 那你说这个短期目标 这么可怕吗 有这么谋略吗 短期目标 第一个隐姓是谁 这是叶元汁 为什么是叶元汁 因为他的最容易达标 柿子挑软的吃 罢免就罢叶元汁 而且国民党没有意识到啊 大家都在开玩笑 对 而且你知道 我今天还跟一个国民党的议员同胎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我们都讲到 我们就问他说 你们这样你们觉得叶元汁 会不会真的很危险 会不会真的被罢掉 你知道他会什么 叶元汁他现在已经开始有 情跑基层 他情跑基层 那一句话什么意思 虽然搞死命啦 虽然一家人 那是叶元汁要被罢免 那是叶元汁引导的事情 跟我们国民党没有太大关系 他搞不清楚 只要叶元汁被罢倒 你们国民党所有的人 分区的 每一个人都是人人可为 可人可罢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影响性的 海底部都觉得叶元汁很好笑 叶元汁现在情跑基层 情跑基层是选举前要做的事 现在已经要罢免掉 现在要把叶元汁当成一个摊头跑 绝对不可以让民进党拿下 只要民进党拿下的话 那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 而且他的重点不是 他会先拿叶元汁 再拿其他人 他会一口气拿下实习 也就是我现在看民进党做法是 现在叶元汁是暖身 你觉得是笑话也好 你觉得有趣也好 这个东西会慢慢变成一个蜂巢 蜂巢之后 当大家开始讨论 大家开始注意的时候 我就开始找第二个 我就开始找第三个 第二个人的梗图 第三个梗图就会出来了 事实上对我来判断的话 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在于徐晓鑫 真正的重点在傅昆琴 只要这两个人变成靶子了以后 整个全台湾风起云涌了 华杰哥我跟你说 企业力目标是这样 第一个已经是跳一跳摸得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定的那个目标 是绝对不可以觉得 一步登天达不到了 所以叶元汁就是 看得到摸得到 叶元汁就是那个跳一跳 霸得到的那个目标 只要叶元汁被霸到了 我跟你讲 第二个按照企业的做法 第二个一定弄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第一个达到了 第二个这么困难的目标 你都达到 那就代表没有人是达不到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叶元汁霸掉 我大胆预测第二个 要是我是民进党 我会霸神 就是傅昆琦 傅昆琦 他要为所谓的那个 扩权武法 负全部的责任 而且傅昆琦 他到目前为止 他不是只有那个武法而已 他后面的花冬筛法 也是新家人 没办法 我跟你讲 这一次所谓的遍地开花 你说第一场 国民党学在哪里 学在台南 台南基层跳脚 台南基层说 不是啊 你们不可以 先去弄一些民生法案吗 你们为什么要用 这么政治冲突 最重要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们第一场 学在台南 不给我两场 要我台南人自己去转房 国民党台南市的人 这都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 你还跟我不清楚呢 对啊 而且心里想说 为什么你们中央在那边放火 我们地方要跟你擦屁股啊 然后我跟你讲 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 国民党的人呢 尤其是不分区的人 到现在还在披命的放火 每一个人一直放火 验员之就一把刀摔下身上 一把刀摔下身上 今天谁又放火 就是翁晓菱又放火啊 翁晓菱在那边说 我就是比你大 我就是比你大 你们没有知识 那样子的画面 那样子的言语 不断的在蓝营 绿营跟中间选民 我跟你讲 他会仇恨一个力量 你翁晓菱很大事吧 你翁晓菱我爸不到吧 没关系 我有验员之 他把叶昀之当出气筒 他把叶昀之当出气筒 是所以我真的我跟你讲 我个人觉得原汁还没那么差 但是原汁会变成第一场 翁晓菱也枉死 国民党的这些 他真的会枉死啊 没办法 因为所有人的出气 都会变成是原汁身上 其他人罢不掉 但原汁跳一跳 罢得到 所以他会变成 这个所有国会乱象 蓝白乱象的出气筒 好 刚才讲现在图穷比现了 真的不是罢一个 不是罢两个 不是罢三个 本来说罢六个 我觉得已经毛骨悚然了 现在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真的是 一步一步的来的 他开始刚刚讲的 你去罢叶昀之 开始这个东西出来 他居然把叶昀 叶昀是一个打十个 不用问 我们就是一次要罢十个 老师哥你知道 叶昀之他其实以前拍过一个影片 他为什么现在要变成话题 我说叶昀昀的仇恨值 其实比叶昀之高 可是叶昀之的话题性 为什么十足 因为他常去上这个友台的节目 旁边做那个人就是陈柏维 那陈柏维在当年被罢免的时候 叶昀之要拍影片的 他还拍那个影片去嘲讽陈柏维啊 所以你看 他以前就拍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被改的 因为现在把他当时的影片 改成罢免叶昀之 好 这个是三段路 我先跟大家讲清楚 当时唐凤拍了一个影片 就是五倍券 有没有 结果叶昀之因为他那时候 他很喜欢在YT 他就搞了一个 模仿这个就是唐凤 然后在那个影片当中 跟大家讲要罢免陈柏维 那现在陈柏维被罢掉了 他坐在节目里面看着陈柏维 陈柏维看他说 你以前有这样做影片吗 所以现在 换你要被罢的时候呢 我是不会带手 但我一定会踢你一脚 所以话题就来了 第二个 他当时被罢免一开始 五月底的时候 那话题刚出来的时候 他跟我同台 那因为他喜欢开玩笑 他说你不要来罢我啊 毫无道理啊 怎么毫无道理 你就国民党立委 你不是就是清了亢的对象吗 好 他说 你们应该去罢 吴仲宪 应该去罢傅昆琴 对 我还打了他一下 罢傅昆琴 对啊 吴仲宪不可能 他是不分区的 是讲好玩的 傅昆琴你敢讲出来 他讲完之后第二天 一场所有电台 就找傅昆琴 傅昆琴讲说 这个我们就承担 傅昆琴也没有说 他开玩笑 那就又人只开玩笑 所以我就会讲了嘛 就是他的人设 原资仇问值不高 可是他话题性不错 然后呢再加上说 他有时候就被当成是 可能大家查一饭后的一些谈资 或是大家开玩笑 欸 又人只很好笑 那问题是这样子有办法 有禁卫军出来挺住他吗 他是举其手吗 就怨资不能倒吗 是不是国民党有些人还看 来 傅昆琴我现在这样子细部分析 国民党分两种 一种就是说怨资是我们的人 所以要保住他 可是因为他不像是这么强的 像徐晓星这样 所以保住他那个动机 没有很强其一 其二是什么 蓝音里面有些人是不满 他去上这个情侣电视台 就是说你去那边 每次都被游戏 你就是没有 你要把你把其他人全部都 打倒 对 但问题是傅昆琴 因为有时候是录影节目 他如果真的哪一天 表现真的很不错好了 可能也剪掉了 所以你看不到 任职是英明神武的那一面 对不对 他有英明神武过吗 如果有的话也看不见 你看过吗 如果有也没看不见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就会被 所以你没看过 没有 因为他本来就是比较温和的人 我跟任职是好朋友 但是我有跟他讲 你跟他是好朋友 我跟他有谈这个事情 他在讲说 因为我觉得说 他还在那边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这里了 我就问任职说 你板东到底几个里长 他想了一下 他跟我讲60个 我说如果我是你 我已经知己没有别招了 因为其他会风火连天 你只有放下 上节目的时间 回到选区 因为把这个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 刚刚那个影片可以再放一次 他去讲陈柏惟的 他在整个选区当中被讨论说 要霸就霸月圆支 市值救他来的事 这个都谐音 这非常的有话题 但能霸他只有板东的选民 对不对 就那二十几万的选民 当中要出来五万八 所以60个里长 他只要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二月 一次去拜访 因为马上不是中元节吗 再两次去拜访 再来中秋节 他弄到里长 看到他都会怕 你不要再来了以后 或者是很感念说 我们这个立委做得不错 他就过关了 他如果地方 因为他只有三招 第一个降低仇恨值 第二个争取地方连结 第三个就是拿出专业表现 他觉得说 这个立委在国会非常有表现 可是现在国民党整个绑在一起 洪晓琳讲的算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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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蓝白仙绑在一起 所以他的仇恨值是没有本人不高 所以我罢不了黄洪晓 就罢叶元智 罢不了黄洪晓 有这么夸张吗 所以他不分区 还有洪晓琳 对 还有吴宗宪 这些你都罢不了 因为他们是不分区 所以叶元智的问题在这里 那徐晓星我觉得 后续如果真的要发送大发免事 或许他也会被提出 可是元智 真的就是那一句时候 我再讲一次 柿子就软着吃 要罢就罢月圆兹 因为月圆兹被民进党看错 觉得说他最软就是他 罢掉月圆兹 现在国会无法的这个案子 复议案才送到立法院 他等于还没有开始表决 甚至这个视线也还没开始 可是民进党的 这个所谓的列车已经开动了 我们讲虽然这个列车 这反烂权忽民主 可是时尚 他是为他的罢免开始暖身 甚至对民进党来讲 我根本复议过不过更不错 复议最好没有过 那我干嘛 我才可以有蓄积能量 我要进行一场大罢免 那讲说这样讲真的假的 原来 叶元兹已经真的变成标的了 叶元兹是既凹兹则罢兹 誓子要挑软的兹罢免要找叶元兹 板桥大三元一样 誓子挑软的兹罢免就是罢叶元兹 这张照片更夸张 直接把照片那个样子给弄出来 那你知道只有他吗 没有 他已经列出了一张表 每个人到底要多少票 全部都列在上面 那你想说只要罢一个两个三个就算 没有 刚才白天说他只好罢六个 六个以上 民进党最高原则就是要国会过半 对吧 可是事实上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在打一场就是只能赢不能输的仗 只不过当中民进党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干嘛 国民党完全搞不清楚 国民党搞不清楚 对因为现在国民党大家看到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列元兹嘛 你知道连国民党看到这个都会笑 他都会嘻嘻笑嘛 觉得很好笑嘛 啊列元兹被罢免了 甚至挑软的吃 对不对 但其实上列元兹是什么 他是国民党的马其诺防线 什么叫马其诺防线 当然我问你哦 今天列元兹他作为一个马其诺防线 就是说他只有2500票 就是当初赢得很少嘛 只要列元兹被罢免了 请问下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会吗 我跟你保证一定会 因为民进党的特性就是这样 越战越强 只要我赢了一次 我觉得世纪大亡 开始就有第二个 开始就有第三个 就有第四个嘛 而且狼闻到血位的时候 一定非常兴奋的 对 因为现在民进党的战略标题很简单 什么国会改革无法 那个早就已经翻篇了啦 没有再跟你讨论那个啦 他现在的目标就是一个 我要把国会能够单独过半 重新完全执政 这才是他的重要目标嘛 所以他是对这个所谓的 立法委员选举冰斗 对嘛 因为你仔细想想看哦 今天民进党对他来讲 我问你如果国民党 也跟他相对提罢免 对不对 那如果相对提罢免的话 民进党被罢一个被罢两个 被罢三个 那请问一下民进党变成什么了 不好意思 他一样是国会第二大党 没有差别 但今天国民党被罢一个就好了 那叫什么 那就变成国会第二大党 国民党变国会第二大党 民进党就要身国会第二大党 但他要的不只是这样 因为只要罢一个 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但我反问一件事 他要稳定多数 他当然要稳定多数嘛 因为他退职一步 如果我继续当第二大党 我就是被你们蓝白 骑在头上骑四年嘛 那我对我来讲 我可以甘愿接受这个吗 不要 那不甘愿吗 我当然跟你糞死一战 但你为什么 賴金能有这么凶吗 当然那么凶啊 但为什么我讲 因为你刚才听完都说 雨萱不对啊 那代表民进党这个东西 步步进逼啊 国民党没有任何的这种 我还手余地 不对喔 我请问一下 如果叶元支守住 那变成什么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守得住吗 当然 这是我们讲分两个程式 第一个啦 叶元支如果守得住的话 那变成是国民党最弱的 民进党都罢不掉 那四季就翻转喔 因为各位 这是在两边 国民两党在输赢生死战喔 今天民进党只要罢掉叶元支 就有机会挑战国会共伴 但如果今天国民党 守住叶元支的话 他等于这一件事情 你民进党真的是 只有四成选票 你真的是四成成功 那代表民进党 未来就是变得关键少数 但你刚才 你问的问题是说 叶元支守不守得住嘛 对不对 那这就是国民党党的关键差别 因为现在民进党很清楚说 我这个所谓的罢免的目的 在于我要重返全面执政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国民党呢 两边同时在做宣讲 结果国民党你知道在干嘛吗 在干嘛 停改革 然后第一场办在台南 我一看就知道完蛋了 大外行 为什么在台南大外行 因为你办在台南 等于是你的目标是赖青德嘛 我要洗脸赖青德嘛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所以你看民进党的做法 民进党做法 是我第一站去复根旗 我要罢的第一个就是复根旗 我怀疑你跟中国的关系 后来他还去罢一个地方哪里 他罢的一个地方是这个 徐晓星的这个松山 还有一个地方是民间合作的 民间合作去哪里 民间合作的就是去叶元支 他有一个象征意义的 第二个是 我可以实质罢免的 人家是分进合集 对他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嘛 复根旗也有 徐晓星也有 叶元支也有 这都是潜在的罢免对象 所以对国民党而言 如果他真的搞清楚 自己在打什么仗 他应该要去哪里 比如说吴思雅 40北投那个选区 对不对 我在那边长期轰炸嘛 或者你去叶元支 那里保护也可以 我守住叶元支 我就守住了 我就可以让民间 所以跑去台南 跑去台南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 现在的战略标准是什么